洛杉磯的市区精英高中 星期一晚上举行了一场吃披萨 看总统候选人辩论的课外活动 这些连投票年龄都还没有满的大孩子 当然不会错过大脚免费披萨的机会 然而这场外交政策辩论长达一个半小时 他们坐得住吗 事实证明他们不但坐得住 而且还频频做笔记 一副心领神会的样子 非盈利组织 洛杉矶大都会辩论联盟的执行长 卡梅伦沃德是他们的教头 沃德说 让我们来讨论这次辩论的重点 你觉得哪一个问题最吸引你 维尔说 拿伊朗和叙利亚来说 奥巴马的手法比罗姆尼和平 比较能吸引中产阶级 军事打击应该是最后手段 克克托 赫南德兹说 奥巴马说话显得更有自信 他选择用和平方法来处理问题 而不是罗姆尼的军事途径 梁优说 他们意见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执行 想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 奥巴马要通过多方协商的和平方式 而罗姆尼要采取激进立场 在中国问题上也是一样 获得说 我发现他们对政策的认识之深 令人意外 也值得鼓励 加州传统是民主党的票仓 多数学生看来也比较欣赏奥巴马 金伯利说 奥巴马的论点有说服力 清楚又简明 获培斯说 罗姆尼的外交政策很模糊 他说要打击所谓的坏人 和拒绝极端主义和圣战组织 等等也很模糊 阿提加说 奥巴马的论点清晰一致 他大量使用手势来和观众接触 德塞特说 我认为奥巴马获胜 因为他削弱了罗姆尼的观点 而罗姆尼往往避开奥巴马的问题 这打击了罗姆尼的信心 爱德华赫南德兹说 奥巴马不让罗姆尼篡改过去的言论 他会坚定地把罗姆尼过去的说法陈述出来 德塞特说 奥巴马拿战马和刺刀做例子 让罗姆尼显得落伍过时 罗姆尼没有做出有力的回应 桑塔纳说奥巴马的开头和结束 都非常强有力 所以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他 而不是在罗姆尼的身上 如果因此推断他们是一面倒 却未必符合事实 希尔佛说 罗姆尼说如果他当总统 他会恢复美国光荣的世界地位 我觉得他的用词非常乐观 埃伊娜说 罗姆尼提出对伊朗的外交孤立政策 和起诉政客的做法 从而强调了纳粹大屠杀的真实性 我觉得这显示出他有力的一面 也有学生认为双方旗鼓相当 难分高下 布拉克说 我觉得他们平分秋色 因为他们论点类似 只有小地方有所改变 奥巴马的肢体语言和一些辩论占上风 不过整体看来应该平手 路易·马西亚斯说 我认为两人打成平手 民主党会说奥巴马赢 共和党会说罗姆尼赢 我认为输赢的判断 取决于个人的政治信念 辩论让候选人鼓舞基本盘的选民去投票 戈梅兹说 辩论的论点奥巴马胜利 辩论的表现两人不分高下 都有新鲜的内容 沃德指出 总统候选人辩论最重要的不是输赢 沃德说 这是美国全国动员的时机 大家一起思考最紧迫的政治问题 让公众参与制定政策的过程 安波布拉克说 总统一再提到一些国家的妇女 和非主流宗教 我觉得我因此对那些国家的其他问题 也产生了兴趣 看来这场电视上的君子之争 也给青年学子上了难忘的一刻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福 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